来看看雍正晶的直播在片尾部分说会向何太发出律师信 也强调了随时可以有第二步行动 他在片中段解释了律师信发了不一定要立即去告他 可以有不同时机 何时出手出得对往往可以令对方疲于奔命 大家可以去听说是两个前后的直播 用电脑做了停机变成手机直播 我们集中跟进关于何太的事情 分享了很多法律观点 其中说到爆私隐的位置 因为他在大陆直播 所以有机会可以避免 因为他说了一个 我又不方便说的字眼 免得政治特工队正确字眼 或者真正是政治特工队 又来留言 大家可以去听 所以他未必涉及到 因为现在原来他在大陆直播 而爆私隐 另外为何要强调五次 一晚五次原来似乎他真的可能有幕后军司 是不是大陆有脑子在教路 不得而知 这么厉害 因为原来这些婚姻可以视为无效 有很多种情况 例如两个 原来是 没有恒房之事 可以随时宣布无效 或者可以视为无效 婚姻等等 所以他可能当时想追那四百五十万 无所不用其极 连这些要强调 我记得以前 律政强人也有一幕 是廖启智和方中讯是主角 廖启智的老婆 找方中讯和他打离婚 和廖启智要离婚 方中讯解释 KCLOW 你突然离婚 没得跟他打 他说不是呀 我可以打的 有得打 为什么呀 然后我老公姓无能 然后真的去打 怎样了解一次 真的是姓无能 但是他就 找一些记者 特意在酒店拍他 和妓女开访 这些很搞笑 那个就是离婚 原来也有一个 无效婚姻 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研究一下 另外 说说喝汤那些 也有得告 如果是CCTV影 但可白 当然他不会无故地装个CCTV 阿太去装你 就有机 有律师信 就是说何时告 随时告又可以 何时告都可以 有一个很高招的策略 所以没什么事都没有涉及到法律 法律是要有钱才有得玩 请多个高手跟你去玩 你真是好处很多 另外说七十多岁去打官司 其实最重要是第一要钱 第二是时间 也解释了如果没有时间 也可以执行某些操作 万一去小了还可以打 但这样做一做就二百万 所以七十多岁还打什么官司 何他就惨了 现在前后拉 东南西北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不同的山洞都被人烧烧了 后拉又有这样那样 前后腹背也是受敌 现在先接一封律师信 我挺期待 就是他会不会在群组 又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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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 他自己搞瓜自己 也就是我早就说过 你没有玩过网络 然后中老连参与他玩 很容易沉迷 享受了那种无形的虚拟 虚虚幻幻的感觉 然后那种虚荣 有些人叫你 他也说到什么支持 十几万年前说的 甚至有时候留言很多 我希望每一个留言都是关于一条题目 有些我知道你是热心 但由于我想每条留言都是关于一条题目 你支持的那些 有时太多留言的影片我刪除了 目的也是出发点是好的 是为了每一个观众都容易 爬回留言去打杂施广益 反而你在那些小片 没有什么点击的那些 我任你甚至是给心 以前那些大片我会给心 但给几百个有时按到手都累 所以你看我现在又没有给心 而且我发现有些网民是草心 他有个这样的动机 我发现我又免得助长草心 所以他们有时留一个emoji 也会来留一只字 我知道你出发点好 但每个台的营运不同 我希望留言区留言 每一个都集中讨论 我会问回题目说的东西 有些不同 例如地姐 全部是emoji 你明白吗 每个台不同 但我没有恶意 欢迎大家留言 其实 然后 然后 子女很聪明 他说子女很聪明 因为从来不说话 就可以保障到 因为你每句话 都有机会将来成为有力的证功 所以子女就从来不出声 这个相当高明 万一真的对捕公堂 这个形势是相当大优 还有就是暗示 说大话 要记性好 要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又是说大话 或者吹嘘 吹开牛 那些 我预许很多 四维共 都知道 很多喜欢说大话 睁大眼 吹牛 吹牛 又是可以细分不同 大家感受 我们不加蝙蝠说 吹水 吹牛 和说大话 都是三种不同的层次 他真的会不记得 同一个牛逼 吹牛逼 同一个牛逼 他可以跟你一模一样 重复说 我一般我有好人 你不是说到第四次 我就不理你了 第二次 一般我不踢爆人 我说很好 我反而一路 一路好 我反而记下他 究竟他有没有说漏 有些人真的可以一字一句 没有漏 起码所有关键内容 没有漏 又当自己不记得 有没有跟你说过 照说一次 甚至有时是第三次 重复说同一种 原谅 有些人也挺有趣 什么人都有 然后 诽谤很贵 翁小姐也说过 翁女士 以前也说过 好像诽谤 详细地说 他这里很大 说你十万八万 你未必能打得到 还有何太 叫回何太 何太 有机会 申请不到法援 他在那里 就是 吓鬼 也在那里 带大家 他说 今天申请第二天就告得吗 要时间 要手续 我觉得他申请不到 最后他就说 有时都是要用爱心 带一种感激 如果受到被批评 他就说他不会有仇恨 他先礼后兵 出一个律师信 他说会出给何太 方便随时有第二步的行动 我们只是精简了 他说关于何太的内容 详情 大家当然去浏览 翁静静的频道 今集先来 我们看看明天 何太又会说些什么 今天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还未拍到 再补充 明天再 例如他无端端提到 自己十八岁的时候 认识到一个十九岁的 练片的很英俊的男孩 还说特意不搞他 放生了他 他不知道是否暗示自己 一个良家妇女 还是看完天若有情 又联想 故事又联出来 但又被无限放射联想 联系 另外今天也出了几条很关键的影片 另外吃狗肉那些 他又说了一些 主要他集中 无端又说回银行 450那些 不知道为什么又吹回这边的风 可能他每一步都有些计算 大家就是去细心研究一下 他那个杏东仙 现在又好像改变了少少 他真是厉害了 我们经常都看穿到他很多东西 其中我觉得是看穿了他 他真的无时无刻 日以计夜 每一分每一秒 都想着 如何拿回他失去的东西 这句就是马哥说的 我要拿回在我手上失去的东西 因为心理上 他觉得这485 是本来属于他的 现在无缘无故 飞出了他的手 他怎样都要拿回 经常说八想拿 当然反话 当然是他想拿 如何也好 我们来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下面留言 记得按订阅支持一下